第659集 击沙城塔 卓入碎是青山掌门,自入门便开始修行成天剑法,而且此时身在祖星,自然对这座太阳系大阵看得非常清楚。 那颗极小的红色星球,看着就像在祖师的指尖,事实上,位置却不知在何处。 他犹豫了会儿,问出了心里最大的疑惑,为何生门要摆在剑柄中断? 除了像太平真人在东海摆出的绝沙之阵,可以不留生门,其余的阵法都会留着生门。 生门的位置非常讲究,最常见的就是最经典的位置,便是隐于阵柄之间。 问题在于,祖师应该清楚他要对付的那些晚辈,大部分都是青山弟子,相对容易便能发现生门的位置,为何还要如此做? 以他的境界神通,完全可以把生门的位置放在更隐秘,更凶险的地方。 因为将来,我们也是要出去的。 我说过我腿脚不好,弄得太复杂,别自己走不出去了。 卓如碎更加觉得不对劲,那火星上的那些人怎么处理啊? 你知道那边是怎么回事吗? 卓如碎老实地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 这座横跟太阳系的剑阵隔绝了外界的宇宙,那个宇宙里的人们不知道太阳系里的具体情况。 火星上的那些人也只知道自己脚下的星球。 相对应的,祖师即便神通无边,也不知道现在的星河联盟究竟是个什么情形。 可是,难道您不担心那些人找到破阵的方法? 卓如碎比远在火星的童颜沈云霾更早确认破解这座太阳系大阵的方法。 阵书与阵眼的空间坐标至少需要确定一口。 祖师没有理他,从身边拿起另外一根钓鱼竿,开始钓鱼。 卓如碎来到祖星之后,便一直看着祖师坐在池边、海边,钓着鱼,但就没有见他钓起来什么好东西。 他忍不住提醒,我知道破阵很难,但是童颜真的很厉害。 祖师忽然举起那根刚刚入水的竹竿,向着夜空里挥去。 竹竿上带着的水滴飘了出去,如见一般,消失在夜空里不知何处。 远方那轮血色的月亮隐隐发生了瞬间变化,然后很快恢复如常。 祖师望着更远处的那颗火星,忽然叹了口气。 所以,竹如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知道肯定有事情发生,微微紧张。 怎么了? 祖师收回竹竿,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 世间哪有破不了的阵呢?我又不是真的神秘。 那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就这么等着? 是的,等着?等什么呢? 竹如碎望向沙滩上的那片夜灵,像是提问,又像是自言自语。 太阳消失在了那座大阵里,白天也是如此的昏暗。 于是能够看到月亮以及满天繁星。 沙滩被星光照成了银色,夜灵的边缘却仿佛在起火。 等经久死。 祖师大概也觉得钓鱼没有成效很烦, 把竹竿插回沙地里,扶着灼如碎的手,慢慢地站了起来。 雪姬不可能一直帮他稳着。 冬眠?时间长了就是长眠,总有一天他必须醒来。 祖师苍老儿略显疲惫的声音,被海浪送到了远方。 也许是几年,也许是几十年。 反正那时候我还活着,那就是他的死期。 不管他躲在宇宙的哪个角落里。 卓如碎扶着他向洞府走去,压抑不住心头的疑惑。 在那之前,他们肯定要来试着杀你,雪姬怎么办? 祖师慢慢地走到洞府门前,坐到了一辆轮椅上。 陪我去导后逛逛。 那抹在皱纹间浮现出来的笑意,就像是海浪里跃出的鱼,不起眼,却生动至极。 这自然不是感谢卓如碎的礼貌微笑,而是代表着某种超然与不在意。 卓如碎震惊至极,心晓宁居然连血迹都不放在眼里。 轮椅碾压着青石板,穿过合金门与直到现在卓如碎都不清楚作用的装置, 来到了洞府的最深处,穿过那里的小门便是另外一方世界。 这种感觉不禁让他想起了上德峰底的剑狱。 剑狱走到最深处了,推门而开,便是隐风。 这里当然没有隐风,也没有空间转换,只是到了岛的另一边, 有了与那边完全不同的风景。 被岛上的山崖隔绝,那边的海浪声已经悄不可闻, 耳边能够听到的水声来自一道瀑布。 海水从岛上缝隙里涌出,顺着山崖落入另一片安静的海里, 落差大概有二十余米。 说来也是神奇,明明没有空间阵法, 这座并不大的岛居然能够把海面切割成阶梯般的存在。 山崖极为陡峭,而且极为光滑, 时势也很特殊,如碧玉一般。 就算是海水冲洗一万年,也很难形成这样的地貌, 不知道是何来历。 卓如碎推着轮椅来到瀑布边, 看着水雾里的那轮血泽圆月, 想着先前对话里提到的声门、尘牙、破阵以及阻止对血迹的不在意。 越想越觉得诡异而且莫名心惊,忍不住感慨。 您的这座镇太有深意,实在真假难辨。 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双关,也可以说极有深意。 假作真实,真意假,你应该听说过这句话。 我不喜欢看那个故事,那不是故事,是人心。 就像景久写的那个故事一样,哪里看得出来什么真假呢? 那个瞎编乱造的东西啊,你也看得下去吗? 如果不是那个故事里看到了你,我又怎么会把你接到这里? 祖师看着瀑布消失在海里。 在那个叫做大道朝天的故事里,卓如碎出现的次数不少,承担的戏份不小, 但终究与神墨峰一脉隔着些什么? 从根本来说,天光峰一脉是太平真人敌传, 与景阳那边是两只华。 李将军死在雾外星系,沈云霾被景久收服,故而被放逐。 青山祖师回望朝天大陆便看到了卓如碎,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卓如碎都是青山宗最佳的继承者。 这里说的不是朝天大陆的青山宗, 而是祖师在这个宇宙里开辟的事业。 当了这么些年,傀儡掌门,感觉其实,其实挺轻松的。 卓如碎沉默了会儿, 我对神墨峰也没有什么怨气,除了师父那件事。 柳慈在西海替太平真人挡了内计天结, 是童言的手段, 童言是神墨峰的不记名弟子, 更重要的在于, 西海之局本来就是景久放手的结果, 这就是问题。 我不在意你对他们的态度, 也不在意你说的话是真是假。 祖师伸出枯瘦的手指, 在瀑布激起来的淡淡水屋里滑过, 你只需要看到我的胜利, 接受我的道理。 胜利即是正义, 不,是道理。 卓如碎听完这句话, 看着祖师的后背沉默了很长时间, 祖师坐在轮椅里, 就在他的眼前, 他的手甚至还在轮椅上, 但他却觉得, 祖师已经去了很远的地方, 很多年前的朝歌城煤会上, 景久听着连三月的琴音有些走神, 当时在赵拉月的眼里, 也去了很多的地方, 本就不应该在人世间的存在, 偏在人世间弄出这么多事情来。 卓如碎望着瀑布落入海里, 在心里轻轻叹了口气, 如墨般的海水, 从墨浴般的光滑崖壁上落下, 如群马奔腾, 把海面撞开一道口子, 然后带着无数气泡继续向下, 那些气泡没能进入海里太深, 便缓缓停下脚步, 然后向着海面浮去, 有些从崖上落下的海水, 则是在更多的海水的包围里, 向着下方流去, 形成肉眼无法看到的那些暗潮, 这里的海底没有一粒沙石, 是无数石板, 明显可以看到人工的痕迹, 石板缝里生着水草, 缓慢地摇摆, 如果顺着水草的根系继续向地底去, 便能看到一个极大的空间, 那个空间高约千米, 四周更是看不到尽头, 不知道会沿向何处。 无数座黑色方塔静静地矗立在空间里, 看着像是墓碑, 又像是某种古老仪式的器具, 黑色方塔里有着极其精密, 复杂的线路, 隐隐散发着淡蓝色的光泽, 组成了一座以核动力炉为能量来源的大阵。 不知道这座大阵与横跟太阳系的那座大阵之间, 有什么联系? 科技水平明显远超现在的星河联盟, 应该与远古文明有关。 几只奇形怪状的海鱼从远方游了过来, 想要啃食石板凤里的水草。 当他们刚刚来到这片区域, 便感受到了地底涌出的无形波动, 产生了极度的痛苦, 惊惧地向远方游回。 经久这个时候肯定会头疼。 青山祖师把视线从海面收回, 望向夜空。 其实我也有些头疼。 我给您揉揉。 青山祖师摆了摆手, 示意他在自己面前, 不用像在景久面前那般。 卓如碎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您头疼什么? 你知道祖星有时候的白天, 也会像今天看不到太阳。 卓如碎在祖星上看了很多考古挖掘出来的典籍, 自然知道答案。 您说的是日食啊? 不错, 在远古蛮荒时代, 祖星杀的人类把日食视作天狗食日。 真的很巧, 今天也有条狗。 卓如碎顺着他的视线望去, 夜、夜笑大人也出来了。 都说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 那么他应该对青山最重。 我真的很好奇, 他会忠于谁呢? 在太平真人与景阳真人这对师兄弟的战争里, 狮狗始终严格地保持着忠立。 按道理来说, 在青山祖师与景久之间, 他也应该保持忠立。 为何他会带着童颜等人去了火星, 此刻又漫步在太阳系里寻找镇眼的位置? 可惜的是, 他抵抗着太阳系里的无穷建议行走, 走得那般无畏, 也走不到祖星, 也无法找到镇眼。 卓如碎很确定这一点。 在太阳系见镇的镇眼与镇书互生互隐, 除非祖师让其自行显露, 固然根本无法找到。 他推着轮椅回到了岛的那面, 祖师不知道是困了还是累了, 坐在轮椅上, 听着海浪, 闭着眼睛开始小气。 卓如碎在轮椅边躺下, 看着眼前如雪般的银色沙滩, 看着边缘微红的夜灵, 看着不远处的那座沙塔, 沉默不语。 前些天他跪在沙滩里背书, 实在闲着无聊, 用海水混着沙子堆了一座塔, 有点像果成寺的那座石塔。 很多年前, 他在果成寺里把那座石塔抱了很久很久, 当时他按照师父柳慈的交代, 把玄音老祖盯了很久很久。 那么现在, 他应该是抱着身边轮椅上那双枯萎的老腿, 还是盯着那座惊不得半点风雨的沙塔呢? 一颗太阳暂时被藏住了, 宇宙里还有无数颗太阳, 照着那些星球上的生命。 陈光从地壳崖壁上方落下, 首先照亮了首尔都市边缘的草地, 继而照亮了一个熬夜到了凌晨的中年男人。 中年人打着哈欠, 端着农茶走到门廊下, 看着路边走过的那位短发少女, 心想现在年轻人真的是不行。 居然如此小, 便开始夜不归宿。 但看到短发少女怀里抱着的那只长毛白猫, 更是吃惊, 心想要不要报警。 现在星河联盟与远古文明比起来, 洋宠物要方便很多, 但像这种品相的珍贵白猫, 在郊区这种地方很少见。 陈锋浮动少女凌乱的短发被朝阳染红, 就像是燃烧的火焰。 还没找到控制血迹的办法。 轻而不安的声音在她的耳边响起。 没有任何线索, 不过根据数据海的推算结果, 他们确实有可能在这儿。 赵拉月嗡了一声, 抱着阿大继续向草地那边行走, 那名中年人喊了她两声, 她没有理会。 她就这么喜欢这里, 因为刚来的时候就在这儿, 所以任做了家。 只是拦得找别的地方罢了。 赵拉月说完这句话, 跳过了身前的屏障网, 走到裂缝边跳了下去。 那名中年人喊着追了过来, 正好看到这幕画面, 不由震惊到了极点, 手里的牛奶杯, 啪的一声, 落在了草地上。